当地时间9号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宣布 美国高校招生丑闻涉案家长之一 出演欢乐满屋的女演员洛丽·洛克林及其丈夫莫西莫·贾努利 与其他14名家长面临一项新的罪名指控 合谋洗钱罪 此外这16名家长还被指控犯有欺诈罪等 这些人可能面临40年的监禁 此前一天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涉案家长出演经典美剧 绝望嘱咐的女演员费利西蒂·赫夫曼和其他12名家长 以及一名大学教练都同意认罪 承认他们通过贿赂和其他形式的欺诈手段 让其子女进入名校 不久前爆出的涉及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八所美国名校的招生丑闻 总涉案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 多达50人被提起刑事诉讼